近日,陈哲远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的心酸成名经历,不由自主地落下了眼泪。 在台上,陈哲远感谢赵洛斯为了透透藏不住做出的努力,并且表示因为赵洛斯才有了现在爆火的陈哲远。 不得不说,陈哲远真的是一位十分感情的人。 因为透透藏不住的大热,陈哲远沾了赵洛斯望男主的运气。 如今26岁的他终于实现了大火,陈哲远版段嘉许就是他大爆的契机。 尤其是和赵洛斯版丧志的甜甜互动,真的就很难让观众脱离出来。 那么陈哲远,赵洛斯到底有多甜呢? 之前,远子在一次直播中看剧,看得正好是丧志未端嘉许棉花糖那一段, 看完就给出一句评价很甜,不只是在说棉花糖哦, 然后就是抑制不住的笑。 想想两人在车上的时候,露丝捧着陈哲远的脸那一脸的享受,简直了好吧。 看看这两个人在海边的路透,这小情侣甜甜蜜蜜的举动也太自然了吧。 还有露丝和哲远坐在台阶上,吹着海风的路透, 露丝有点冷了,陈哲远就把衣服披到了露丝身上, 还有手紧紧的抱着,咱就说两个人细歪都这么甜的嘛, 完全不管旁边工作人员的感受啊。 看看露丝当时那满面春光的笑, 再回头看看陈哲远那一脸害羞的表情, 这样的小情侣是不爱看的。 看看两人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照片, 不得不说魅宝珍的好迷人啊。 陈哲远也是一整个迪士尼在逃王子集市感, 感觉这两个人的图片都能整出合集了。 不知道陈哲远忙完之的时间, 下一步是什么打算, 他肯定也很想和露丝再合作一次吧, 如果真的可以实现, 那以露丝的带军能力, 陈哲远绝对会再次爆火。 想想露丝这一路走过来也很不容易, 从一开始的被嘲笑, 到面时时感动吴振宇, 露丝能够走到今天, 看我的不单单是运气, 怪有运气没有实力可不行, 一个演员能够火猪圈, 怪有一个发光点是远远不够的, 早年的露丝其实很早就走红了, 不过那时他还只是一个网红, 让露丝成为网红的, 是大神传校服的青春模样, 那青春的样子一点也不输给 假如豪门的奶茶妹妹, 本来可以靠颜值吃饭的露丝, 偏偏有靠才华, 不是科班出身的他, 没有多少年竟然也精神一线美形的行列, 有颜值有眼睛性格也还好, 这恐怕是张露丝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 更可贵的是, 在复杂的娱乐圈中摸爬滚打了这么久的赵露丝, 居然还保留着当初的清晨, 看看他在偷偷藏不住里的样子, 是不是还懂当年那个清晨的笑话没有两样, 岁月从不败美人, 尽管张露丝今年才25岁, 也是花一半的年纪, 很多人追偷偷藏不住, 因为有张露丝试验的丧志, 偷偷藏不住不久前迎来了大结局, 在一场浪漫的求婚仪式中, 丧志和端家许得到家人和朋友的祝福, 终于在一起, 结他欢喜的大结局谁会不喜欢呢, 更何况丧志大恋终于得到回忆, 双相奔赴的喜欢让这段感情更加稳固, 真体小丧志感到开心, 随着该剧的收官, 大家也看到了这部剧的成绩到底有多好, 上线22天都在平台热度榜首, 还是平台最快突破以前热度的聚集, 这个成绩可以说是相当可以了, 说实话, 在看完该剧之后, 第一反应就是真香, 一开始对该剧选角不是很满意, 但看到作用越来越上头, 本来对张露丝演的丧志不是很看好, 看完全景后, 觉得张露丝果然令人刮目相看, 他所扮演的丧志没让大家失望, 众所周知, 张露丝并非科班出身, 他最早拍摄杂志封面, 后来上了一些节目, 然后才去拍戏, 跟许多科班演员对比, 张露丝属于野鹿子, 可就是这个野鹿子几乎播一部剧就火一部, 不仅人火聚野火粉丝量层层上涨, 资源也是更好, 2020年的传闻中的陈千千, 2021年的产歌行, 2022年的行汉灿烂, 还有这次的头头藏不住, 都是讨论量和爆款电视剧, 那么野鹿子出身的张露丝, 圆何拍一部火一部呢? 首先忍清自己, 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 仔细看, 这几年张露丝演的角色, 大多数都跟他本人性格很像, 都说他是本色出业, 一点也不为过, 笑话传闻中的陈千千和心汉灿烂, 便是如此, 陈千千有点幽默在身上, 古灵精怪的性格, 陈少少, 虽说正经一点, 但总是在不仅一见搞笑, 这些跟现实中的赵露丝很像, 偷偷藏不住中的丧志, 是赵露丝第一次尝试笑语剧, 拍起来没有违和感, 让他把暗恋诠释的很到位, 小动作和小表情很不错, 这些角色都是适合赵露丝的角色, 他没有一味的让自己去演什么美强惨的大女主, 也没有去演不符合自己年纪的角色, 而是在合适的年纪演合适的角色, 这样才不会让观众觉得违和, 其次赵露丝的眼睛一直在进步, 如果将赵露丝一只眼的角色做个对比, 信息的观众就会发现, 赵露丝的眼睛有很大的改变, 从风球黄到偷偷藏不住, 他的眼睛是在进步的, 所以在得到更好的资源和条件后, 他并没有停滞不前, 反而想办法紧紧自己, 此前有玩要吐槽赵露丝的仪态不是很好, 有点驼背含凶, 但再次看到他却发现改变很大, 可见他又把玩偶的建议放在心上, 最后赵露丝一直很真诚, 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 赵露丝无论是对他演戏还是粉丝都十分真诚, 看了赵露丝的相关新闻, 关注了他平日里的直播和vlog, 发现他真的一直远期满满, 对生活充满热爱, 这样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其实跟剧中的相知一模一样, 同样是远亲少女, 笑起来会给观众带来欢乐, 总的来说, 赵露丝就是一个能给别人带来快乐的演员, 了解他, 认识他便知道他到底有多优秀, 使我一个对演戏充满热情, 真诚对待每位粉丝的远亲少女, 谁不喜欢呢? 这就是赵露丝越来越成功的原因, 露丝在业内积累了极高的声誉, 他以敬业认真著称, 无论是对待工作人员还是粉丝, 都扁现出温柔游礼, 平等尊重的态度, 这种专业精神和真正对待工作的态度, 使得他在娱乐圈中备受赞誉, 赵露丝不仅在演艺圈中有着良好的口碑, 他的经验态度和认真工作的精神, 也在业内有目共睹, 他始终保持着对演艺事业的热情和专注, 不断提升自己的眼睛和表演能力, 他的付出和努力也为他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和喜爱, 回首自己的演员生涯, 他觉得这是成长收获的五年, 他称自己曾经也跑剧组世系, 几个月接不到戏, 我也不是一路顺风顺水走到现在的, 但是家里人一直很支持我, 不给我压力, 所以也没有特别迷茫, 呼吸说的好评, 赵露丝说他没有特别训练过, 可能是我一直比较能跟角色共情吧, 至于大众眼中的标签, 赵露丝说大众怎么看我, 评价我我都可以接受, 赵露丝的这段采访觉得真是可爱, 同时也是一名努力清醒的演员, 先与角色共情用真情打动观众, 赵露丝今天是很功, 但是都是通过他默默的付出一点一点积累来的, 在演戏这一块他一直都是认真对待, 不敢懈怠且全力以赴, 他的发展的确不顺利, 一步步走来不容易, 每部剧都会被传和男演员有真感情, 绯闻热搜一个急一个上, 知名度一路蹭蹭蹭往上跑, 但殊不知那只是同事而已, 在这之后他还曾被传是某某接班人演呆某某, 这给他带来了很多困扰, 他那么可爱那么讨人喜欢, 却不止一次被网友骂上热搜, 想想还真是可怜, 虽然不是顺风顺水, 但这些年的热度几乎是晴云直上了, 没伤害过任何人, 不应该难过也不应该困惑, 他从来不是一夜暴红, 从积极无名到小有成就, 喜欢他的踏实上进, 喜欢他的精烟努力, 赵勒斯的成长是在所有的角色里, 是所有的观众, 所有的粉丝都能够看得见的, 赵勒斯的成长会让所有看着他的人, 觉得努力是有回报的, 是会觉得前途是光明的, 所有的事情都会有希望, 不要轻易放弃他就像身边的朋友, 不浮夸不虚伪, 用最切实的行动来指引着粉丝, 作为赵勒斯的粉丝, 我们期待着他未来与更多优秀导演制片人的合作, 相信在他敬业认真的态度和出色的表演下, 必定能够创造出更多令人惊艳的作品,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演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